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最近使用起来非常不错的 价格非常便宜的这种小的配件 那这些产品我用过之后 真的感觉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所以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 大家看它的两面都是这种粘粘的胶板 那这类产品它的中文名字 我刚刚简单的查了一下 叫做纳米贴 但是我个人来讲 更喜欢把它叫做绝带双胶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们就直接把它贴到我们的手机的背面 这么一贴之后 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需要拍摄窗外非常beautiful的这种风景 这时候我就把它给贴到我的车窗上面 然后我就开车就可以 所以最近我很多的车窗外的开车视频 都是靠它进行固定之后 用手机拍摄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摘下来 大家看它的焦力非常的带劲 非常的大 这种东西它反复使用之后 它的焦力力度没有刚开始那么强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清水来清洗之后 反复的使用 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想用 但是手里面没有这种矿泉水 没有水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人体的这些水分 我们都知道可以从我们的体内分泌出来的这种应急的水分 有多种 从上面到下面都有 但是我个人来讲我最常使用的还是我的唾液 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 我查了一下它价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我买的价格是740块韩币 贵的可以达到9900韩币 中间差了大概10倍多左右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种东西成本应该都差不多非常的便宜 所以大家挑这种最便宜的就可以 这种纳米贴使用的方法还非常的多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使用的是这种 是这种胶 刚开始大概这么粗 现在用着用着就变这么细了 这个东西我最开始使用的场景是什么 把它给贴到我的手机背面 然后贴到我的屋顶上面 拍摄这种顶视图的小电影 但是这类胶体它用过一次之后 大家看 用过一次之后它就会这样撑开 像这样的东西它撑开之后 再反复使用的也可以 但是这撑的有点太长了 所以跟我们的这种物体 它的匹配度会相当的降低 所以后来我就找到了这样的纳米贴 那我们可以通过它把手机贴到我们的车玻璃上面 还可以把它贴到 大看我们还可以把它给 贴到我 因为我现在手比较脏 所以它焦力有点降低了 我稍后用我的拖液再给它清洗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贴到 我们还可以通过它 把它把手机贴到我们的中控台上面 所以的话还可以当我们的车载的支架 因为今天又是韩国的假日 所以带孩子来到了汉江公园 那今天的午饭 是汉堡包垃圾食品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调整饮食 吃的东西都是鸡胸肉 绿色的菜 煮的地瓜 吃了大概三周的时间都感觉要吐了 所以我现在一闻到垃圾食品的味道 整个大脑的细胞都已经活跃了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赶紧去吃一下 哇 Jesus Christ 我们来赶紧吃一下 哇 多久没吃过这种汉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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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也太棒了 哇 看起来我眼泪都流出来 我大脑接收到汉堡的信号之后 整个大脑细胞都活跃了起来 就感觉在一起共舞 dancing 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结石板 孩子跟我结石都有点抑郁了 这里面还有很多蔬菜 看起来还是挺健康的 这一天呐双十分 今晚新饭吃完 她也累脏的 就是一天啊 我管了 它一直在 にな一天 大脑鱼 我爱用的 最好 準備好 警察師姐來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 我還抓緊 我非常... 一步一步 我给他们今天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子 这个又是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个产品 这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它机关非常多 这边可以放我们的饮料 然后这边可以放我们的食物 然后它的背面 这边可以放我们的笔记 然后这边可以放我们的笔记本什么的 工作的这些装备 然后怎么使用 非常的方便 我们把它扣到我们的方向盘上面 这就成了一个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要吃饭的时候 前面不是有一个那样的一个板子吗 总之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方向盘连接上之后 它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饮料水放到上面 然后这边吃个汉堡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它的背面可以把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放上去 非常带劲 我们可以在上面工作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它可以解决我两个使用场景中非常大的一个通点 第一个使用场景 就是结录婚的朋友 肯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失误了 就是结了婚 结婚之后 偶尔跟我们家的位炒完家之后 我就一气之下摔门而去 离家出走 出来了之后 突然发现没地方可去 这时候我们男人大部分可以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车里面 进来之后 我们想吃东西 想工作 都不方便 非常的不方便 平常我会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 但是大家看这个姿势就不是特别的爽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吃饭工作睡觉都可以 第二个使用场景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肯定会都知道 我没事会去别墅待两天 去那里之后 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个牵不着错着后不着地的地方 那里面有WiFi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开着车去找一个便利店 在便利店的门口 在车里面蹭一下便利店的WiFi 99只便利店的老板他都认识我了 他让我进屋里蹭 我说还是算了吧别了吧 我还是在车里蹭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真的可以让我在车里面就可以完成工作 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产品 大家看 这是帆船 游艇 原来是这样把帆船给拉起来 是这样把帆船的帆给顶回家 他智商非常好 用这个小箱子挡住了阳光的指射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们的Apple Watch又提醒我们 你已到家最好先洗手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洗一个手 顺便跟大家推荐一下最后一个我用起来意外非常的好的这样一个成品 这个就是小米的 这个叫什么呀 反正我们一接近 它就可以喷出这么多泡沫 然后我们就洗手就可以 忘了沾水 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手就洗完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设计非常的简约 这边有一个新的logo 我们这样一转就可以把下面和上面进行分离 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缺点 它用的电池实在是太多了 它一共要4个5号的电池 所以电池 电池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但是它好像不怎么费电 所以还算可以 我们过去要洗手的时候 每次沾完水之后 然后要按一下 或者是那种肥皂 那种香皂 我们一定要这样转一转 然后再进行洗手 这个就不用 我们这样一接近 刚才好像喷的太多了 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一接近 它就喷出这么多泡沫 这个产品我用了这么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后 整体感受 整体的这种体验都非常好 生活的质量确实有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购买这样的一个东西 吃一下 确实非常不错 但这里有说明的是 这绝对不是广告 我跟大家今天又跟大家简单分享了三款比较不错的产品 因为今天比较累了 所以我现在编辑完视频之后 就打算早一点休息了 就不撸了 所以也祝大家能够睡一个好觉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晚安 晚安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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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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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деaling Good night Good night It's you You Good day Good night What VIEW centered